今天身教 太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现在人不孝 不敬 不孝父母 不敬四掌 这就难了 那为什么呢 慢有孝敬 圣语学他听不进去 他听不懂 所以这两句话 根之根 笨之笨 孤尽忠略 世出世间 大神大神诸佛菩萨 哪一个是不孝父母的 哪一个是不敬老师的 没有啊 你找不到一个 在这个世间 真正有成就的 肯定是孝子 肯定是尊死 尊死 中道啊 这就是印族所说的 一份沉浸的一份礼 十份沉浸的十份礼 沉浸什么 就是孝亲尊死 那么现在 沉船身教 找一个 学生 条件是什么 就这两个字 孝敬 没有这两个字 不能修 无法教 千万人当中 难找到一口 现在人 从向科学 科学里面 第一个条件 就是怀疑 小朋友 从小就学会了 你就得孝顺父母 他问 我为什么要孝顺 老师 我为什么尊重他 这个麻烦可大了 所以中国古社会教育 这都是唐恩兵说的 这是一个很有了不起的人 研究世界文化史 他说 中却在全世界 所有族群当中 只有中国人 最懂得教育 真的 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 有教育的方法 有教育的精英 有教育的成效 中国人教育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母亲怀孕时候开始 太教 食于太教 扎根教育 是从出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 因为婴儿 教儿 婴孩 中国人讲的 中国人讲的 叫父出来 徐太太 你教你太太的时候 一进门就要教她 教儿子的时候 从婴孩 生下来的时候 他眼睛张开了 他就会看 他耳朵就会听 他就在那里休息 在那观摩 这一千天 看了一千天 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弟子规 不是叫小孩 念的 现在都搞错了 弟子规 是父母在家里 坐出来 让婴孩看的 他怎样 让自己在家里 对待我的 父母兄弟姐妹 坐出来 让这个婴儿看 所以他看上三年 根深蒂固 他全学会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他做到了 他全学会了 弟子规 是怎么教的 所以在婴孩面前 父母 任何大人 都要规规矩矩矩 都要受礼 为什么 他在休息 你不能有坏样子 给他看 他看到的 听到的 接触到的 全是正面 决定没有负面 这样叫出来的 到六七岁上学了 老师在把 为什么要向父母 讲给他听 明白了 一生都不会改变 在家里面说 父母跟他讲 为什么要尊师 中道 这叫一字而教 父母不好意思 叫 儿女 你要孝顺我 他问你 为什么要孝顺你 你还跟他 就别论 哪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老师叫 叫孝 实际上他已经做到了 他已经看到他父母 孝顺他的祖父 他看到了 老师在把道理讲清楚 你能做到 为什么要 详细给你讲解 明白了 这咋跟教育 三十岁以后来不及了 已经学坏了 你就知道 现在教育多难 现在教育谁在教呢 你们大家知不知道 谁掌管教育的大权 你们都不知道 我知道 这个人来找个我 谁 魔王博讯 我这里供应 他的牌位 他附体来找我 来责备我 没有跟他商量 就侵犯他的道场 我说没有啊 我们一生讲经规规矩矩矩 从来没有侵犯过任何人道场啊 他从没有侵犯 我说你道场在哪里 网络电视是他道场 那我就明白了 我们确实没跟他商量 我们也搞了个微信电视台 要搞了个网络 所以我说我明白了 我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 我供你的牌位 希望你也来听进 既然你掌管的教育 希望能把小朋友 是敌人叫好 别把他叫坏啊 你主持的这个教育是负面的 不是正面的 我说请你跟我们一起来修复 希望把你的教学能改变 内容改变一下 不要再搞这些杀到阴亡 不要再言这些 不孝不忠不仁不义 把人全教坏了 现在小孩眼睛一张开 就看到电视 他就在学习了 稍微长大 国内勤勇我不了解 我当年住在美国 美国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 他就在电脑里面 介绍一些游戏 那些打斗的游戏都能学会了 今天教学 媒体在主持 媒体的幕后是魔王博学 所以施这个教学 就感到非常困难 障碍重重啊 是魔王博学一年级就用电脑的游戏 是魔王博学一年级就用电脑的游戏